是我们的动物到我们结束了 常常经过的人 你的心就会有一个宁静 宁静当中 你才会看到一切诸法的真实项目 或者我们永远会顺着自己的灵回 隆回的喜性 喜欢的我们就更喜欢 讨厌的我们就更讨厌 那所以常常训练你的心 像莲花一样 你的真心犹如清净的莲花 你的智慧就会从内心里生出来 那生出来的时候就像什么样子呢 就像泉水一样 它是源源不断的 国法讲的戒心会 它不是往外面去取 而是真正从内心里面 真正能够调腹你的心 所以使观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讲座里面时间有限 我会没有时间带你做半日常修 或一日常修 可是你要常常练习 它是很短 但是可以多次 一下子刚开始 你要做很久 不太容易 假如你15分钟做一个段落的话 你可以修持 修10分钟 1分钟 然后再重复15分钟 只要半个小时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腿已经开始麻了 你可以按摩放松 然后换另外一个腿 再继续做半个小时 然后如果腿又酸了呢 按摩一下 那你就可以一起来精醒 拿着念珠念佛 念完佛呢 那你进行十分钟 你都站回来 你有点静坐 所以它就像烧开水一样 你要细耳长流的去努力 你的齿光功夫 才会慢慢慢慢的增长 就像你每一篇念经 你升起了法乐 自然就会升起一无量的功德了 好 请看翻译片 翻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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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辙明镜朱佛 昨天天老做了一些状况 然后有些诅档 还没有促成到 今天我重新再讲一遍 这就是三才同子 不是三三 右下角就是三才同子 用同子 代表我们的心清静不然 没有感觉 最后我们再讲 第一个课 善财登之五十三餐 为什么用童子呢 因为童子是表演赤子之心 学国要学表里无一 真的并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习惯出生的时候 会戴了很多很多的面具 好 据中国人话 大家在轮回里面都是假假的 你假 我也假 因为一起假 谁也继续轮回 为什么呢 假是中轮回的一 而作为一个国教 不要学表里无一 这个很不容易 举一个例子 现在找一个小孩进来 他看到大殿的佛像 哦 这种木耀的 庄严 那就这样的想法 不像我们大人 一进来呢 第一个想法说 你这个多少钱 哪里做的 科工科多久 对不对 还有没有卖 你看我们看人的妄念分别 其实就比小朋友多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常常要保佑赤子之心 并不容易 三财都自五十三餐 就是他无论餐饱 在家并家 他永远都有赤子之心 那第27 大悲观世与佛萨 代表一切大悲观世与佛 昨天讲过这个礼佛 我们前程的礼 一切的佛 礼敬诸佛 那你可以看到 你礼佛的时候呢 你要观想你自己 所欢喜的相应佛 当你在前程的恭敬经理佛以后呢 慢慢的一尊佛 会变很多尊佛 就是昨天讲的时光佛 希望各位要常常练习 好 接下来再看新闻 一首祭壽 所有时光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狮子 我已精进身语 以一切愿已进无语 苦贤碰怨无恶神力 苦贤一切如来前 一生奉献差成生 一一愿差成佛 希望大家常常读苦贤其愿品 那彪复已经一人发一本 苦贤其愿品了 然后呢前面有一张 华言三世人的照片 你把它搁下来 回去腹背 然后双方你就可以够 好 那离敬诸佛 这里是对峙我慢心 这是我经验新春茶会的时候 我的学生帮我拍 我不是要需要自己 只是说他刚好拍 那这样 常常我们看到的人 为什么要何等 就是代表要离敬一切诸佛 好再看 离敬诸佛是要对峙我慢 人活起来都会有细微和粗的我慢 好请你醒一下 在摩托柜 摩托密经说 菩萨道里面最大的魔障 就是什么呢 就是傲慢与自私 傲慢与自私 然后看三千大学 也就只有自己修的对峙 我要告诉你 你会找我了 你找什么呢 我慢 外国人常常会讲一句话 爸爸会为我死 I'm very proud of you pride actually is not very good 我以你为人 其实骄傲是轮回的 是并不好的 所以要真正修行的人 他会越来越谦卑 会调柔 为什么呢 等我们讲故事的理念 这个世界有好可杀度的人在修行 你认为你修得很好 其实有很多人 在过去活的时候 家设活的时候 在过去经活的时候 他就一直修修修到现在 所以要谦卑一点 心调柔一点 这是傲慢与自私 自私就是你的我执我见分很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在尼泊尔 加特兰都 伯伯达那法 你可以看到西藏人改造的经历 这是一个德国人佛的朋友 他也是天天的佛教主 外国人你要叫他拜佛 很难的 他为什么要跪下来拜你呢 你外国的文化里面 跟你合掌 I believe in God 就不错 他只要祷告的时候 会跪下来 可是他对于人 是不会领你的 所以 外国人 某些的外国人不一定全国 他都是非常的骄傲的 可是你不能够对峙你的我慢 常诚理佛 心柔软 谦卑 你就会走到哪里 或者别人对你都很尊重 我们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呢 人家都不尊重 答案是 你也不尊重别人 你都对别人都尊重你 别人就会尊重你 我们中文讲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好 现在 请看经文 我昨天讲的祭宋 好 请看第十九页 常常文 古前菩萨告善财同死人 善男子 眼里尽妇佛者 所有禁法界虚空界 好 请专心听哦 我开始再讲经文 刚开始的医院 我会讲很慢 因为后面呢 他很多是重复的 所谓禁法界虚空界 法界是代表法 虚空界是领域 所以叫禁法界虚空界 因为法界是没有形象的 各位读过金刚经 如来无来也不去 有没有 故名如来 如来就是没有形象 所以讲法 所以禁法界 那法界非常的大 他要用比喻 众生才听得懂 比喻呢 就像虚空一样广大 所以叫禁法界虚空界 再讲一点禁法界是讲佛法 虚空界是讲禁欲 时光三世 就是啊 时间跟空间 三世是过去 现在的未来 我们的生命也有 像合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这一生的你 你可能会记得一些 过去式的记忆 有时候你总共会发现 其实这个空间 不在这个世界 那可能是你过去式的记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心念 就是这样合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下游 游到中游 再游到霸 游 所以佛教认为是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 那假如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 那不是很公平吗 所以三世是讲这个时间 十方是讲空间 十方三世 但是事实上都有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一切佛畅 这个佛国土的数字像什么 围成数一般 诸佛世尊 比如说像我们 空气中有很多的灰尘 数都是无精的 代表 事实上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我们住的是南沾沽沽沽沽 的梭沽沽 Potter 1 我已经给各位看过 南沾沽沽 这边就不会重复统辨 不然会讲不完 提各位体验 接下来 我以苦贤恨怨毕固 把这句话画起来 秋华元经人 要常常拜苦贤王胡叉 因为你一个人 是没办法 扩展这么大的信量的 对不对 我昨天跟各位说过 各位可能最多只能想到 这一批的理由 你有没有想到全马 接下来 明天开始 我会将你观想 一个世界扩展 一个世界 扩展无量无边的世界 因为你一辈子从哪里 没有这样想过 好 就算你常常想 马来西亚人 可能一直想 你喜欢华人 马来人当作不喜欢 所以 第一 我们要观想 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有十方三世 这是一切的佛刘 极为品数的 周佛世尊 要靠两个力量 一 佛的力量 第二个 法的力量 就写在旁边 这里 普贤 横任威省力 就是佛力 法力 你靠自力 老实说 你很难 就算你在怎么样 精进地修 广大的慈悲观 你也观不到 无量无边的世界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 你最多只观到地球 银河系 太阳系 还有他方 无量的地球呢 无量的星球呢 其实也不容易观得到 还是观神菩萨 跟普贤菩萨 和魂入菩萨 这就一样了 各位都读过我们的问题 十方诸国土啊 无畅现身啊 那是什么 佛的力量 跟法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 佛以古贤 恨愿力 故 就是古贤菩萨的加持 古贤菩萨 是过去佛 现在实现所有世界 维世交回国的教育 恨愿力 是他的大恨 古贤王菩萨 十大愿 所以这是法的力量 所以这句话是古贤 是指古贤菩萨 佛的力量 佛力 恨愿力 是指法的力量 因为佛力跟法力 加持力 就会让你对这种 重重无尽 广大无边的华言经 深情非常深 而且坚固不动的 相信 理解 不然一般人 是很难理解的 尤其在法华经里 佛讲法华经 江舍尊者就不很习惯 他就这样打坐 佛面身中 很多无量的读佛 他就跟我没关系 在法华会上 他是忏悔 佛一辈子在教我 讲南传佛教很高兴 讲禅修很高兴 还是一讲到 敬佛国土 无量的神通 他就当后面听到 他就坐在那里 静静的像龙子一样 把耳朵都关起来 所以要让你相信 广大的佛法 就算你在佛旁边 假如你自己没有 善根谷的姻缘的话 你就会怀 你都会有一个问题 真的吗 存在吗 真的有关系佛萨吗 当然问这样的问题 这很好 但是呢 那表示呢 对于法上呢 你必须努力 好 接下来 因为佛弦恨愿力加持 会让你看到 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如对目前 就是没有时空的障碍 有点 这里是佛仙菩萨 那这个是佛仙菩萨的加持 而我们自己呢 应该怎样呢 以清净的身与一叶 长修为净 清净三叶后面会讲 我们要用虔诚的心 净土 就是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 并不是善 也不是恶 因为以善 回到善善道 恶回到善恶道 所以我们要以身与一虔诚 清净的心 长修为净 接下来他讲 理尽的对象 有不同颜色吗 把它画出来 会帮助你 第一个 第一佛所 就像昨天讲 你先观一个佛国土 再慢慢观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都会有些 不可说 不可说佛刹的佛刹土 那每一个佛刹土里面 你都会出现呢 很多很多的千把异化身 就像微神一样的身 就是简单讲 每一个佛 有无量无边的身 每一个身 然后呢 供养 每拜有无量无边的佛 下面经文 一一身 遍离 不可说 不可说佛刹 极为成数佛 老师说 这个 这样的经文 是用八地 动地的佛萨 才会有这样的功能 出地 有些会去读华元经 十地佛萨 出地呢 只能见一百个世界 见一百个真佛 二地 是一千个世界 见一千个世界的佛 三地呢 万 一万个世界 一万九个佛 所以 一地二地三地 它每个人 修着功德的佛 就像举个例子 假如你到吉隆坡 吉隆坡有双子 你叫双峰塔还是双子塔 双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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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到十层楼 你看到的视野就十层 你爬到二十层楼 你看到的范围就更广大 你爬到第五十层 你就看到更广更广 所以你不能跟陈述 你看到的境界也一样 同样的 华严精里要看到一一佛所 看无量无缘的佛 老实说要到八地不动的菩萨 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阿毕巴正的菩萨 才会有得到 那现在有个问题又来了 我们凡不没有震到这个菩萨的果位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体会到这样的境界呢 普贤恨怨非诚必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 你住在马来西亚 心山柔火 事实上你是看不到观世云菩萨的 因为我们是凡夫啊 我们的功德力不够 是看不到观世云菩萨的 但是呢 观世云菩萨倒架此行 大悲愿力投胎到人间 那你才会遇到观世云菩萨 不是你自己是看不到观世云菩萨 所以观世云菩萨是无我无私的大悲心 而崇愿在来的 接下来 静虚空界我离难静 就说事实上呢 有无量无烟的菩萨界 有无量无烟的深 有无量无烟的中国 我呢都愿意去有静 为什么呢 因为虚空界是没有穷静的 你看飞上的虚空 没有穷静的 从马来西亚 青山融火 天空看 对不对 整个天空这里 如果你坐了飞机 从 这里 飞到香港 你当了飞机的时候 你看到虚空啊 也是万里无远的 对不对 你飞到台湾 你看到所有虚空 都是广大无边 而且没有接济的 所以事实上说 从仕途地来讲 虚空是无有穷静故 所以我领尽诸佛的心啊 也没有穷静 这是他的意思 好 接下来 昨天有介绍 一人领多佛 一人领异佛 多人领异佛 跟多人领多佛 希望你要常常练习 好 在佛堂里佛也好 在家里领佛也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一人领异佛 你的心比较定很好 你也给你这个方法 有时候你会讲 今天初一十五分 对不对 我想要幻想无量无边的佛 可以 有时候你会想到 最近我家人障碍很多 病动很多 困难很多 那我就练习 多人领异佛 也可以 你慢慢这样学习 慢慢这样学习 那你家人的业 就会因为你的观想力 虔诚力 它就会改变 好 接下来看 李敬诸佛的实践 请转轻看 第十九行 今天会讲很重要的故事 跟各位分享 请看 李敬诸佛呢 只对着你的不高罗慢 那你要从人事物去努力 第一个 对人要的真诚 恭敬 诚很重要 或许你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 或去公司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我假讲的 你不要这样想 他假是因为人事继续轮回 那你想要不轮回 你就应该学真诚 当然 刚开始你会说 师父我真诚的话 人家会欺负我 我会吃一点苦 有关系啊 法华经里面 对不对 提波达罗是 生生世世都施害 是 障碍释迦弘弘吗 可是 佛祖说过 提波达罗生生世世 障碍我 可是他并没有起身心啊 在金刚经里面 他生生世世修了 五百世的忍入仙人 请转轮修了几世 一世的忍入都没有 所以 其实你修真诚跟忍入 得到功德是自己的 平等无二 请化起来 这四个字请化起来 做个记忆 礼敬诸佛是要修平等心等 这个非常难 待会我会讲例子的原因 第二个对物 你要很认真 要整齐美观 整齐美观 对不起 这个不是欲 他打错了 整齐 就是对齐的齐 整齐美观 清净无然 虽然桌子 椅子 他没有仪式 可是他有法性 所谓法性 就是他有功能 你对所有的东西 你要把它整齐美观 而且尽力把它打扫 在中国儒家的教育里面 撒少应对境可以是很重要 可是这一条 现在人很难 为什么 你现在看到年轻人 他的房间就是什么呢 猪窝 狗窝 总比自己的窝 还好 而且全部不能看 对不对 对不对 可见呢 从佛法来讲 你生活的环境很脏乱的话 代表你的最近心很乱 尤其是家里准复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要上班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忙 也很累 然后等到礼拜二 你看 天啊 这五个礼物 天啊 我家里几乎都没有打扫 吓死你了 你看到外在很乱的时候 你都会被自己像一样 为什么 因为外在的环境 是有你心形线的 当然也不要变成很 很 所谓的 洁癖啊 龟毛啊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什么东西的 清静不燃 一个灰尘都不要 也不要过于不及都不好 但是你要忙 起碼保持干净 举个例子 我之前在师庄上课的 有博文老师 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我用桌子把它擦干 他一定要用自己的一个 卫生纸从擦一遍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 传统是用粉饼 他每个粉饼要包 光他做完已经十分钟了 然后呢 他有一次跟我们说笑话 他不是厨师的 他也根本不用煮饭 他有用人 他是富贵人家 可是呢 有一天他先生生日 他特别去煮螃蟹 他来螃蟹拿夹子 然后把他洗一澡 一个一个刷 等他刷完的时候 晚餐已经够了 这个就是洁癖 洁癖到呢 太挑剔 你不要这样 佛法讲中庸之道 第三个 你会事情 事情来了 你要尽心尽力去做 做完了呢 你就要放下 你要认真负责的 这个是学华严基 应该学的人事物 好 现在请看 我会讲三个故事很重要啊 第一 文书法塔的故事 第二个 唐朝礼静的故事 第三个讲 玄庄大师 对唐太宗的建言 好 请看 文书法塔 文书学历菩萨 这是北京法庭司的壁画 好 在宋大以后 文书菩萨呢 非常的庄严 中国宋元明以后 菩萨大部分 画的都是女仲相 比较多 代表母亲的慈悲 像观音菩萨 在宋元明以后 画的都是女生 在宋以前 像在唐以前呢 在中亚寄兵国 很多都是有大仲夫相 有福祉的 就是文书学历菩萨 好 讲他的故事 以前在武台山感应路 这是武台山的塔院寺 有一天 武台山的塔院寺的住持 他很虔诚的拜 文书学历菩萨 他每天呢 都拜文书菩萨 很虔诚的拜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彼此醉叶身中 希望有一天呢 我能够亲自看到你啊 他每天很认真啊 念佛耳经 然后在武台山 他是住持嘛 然后他也带大家休息 结果呢 他一直很想见文书菩萨 有一年到了七月 就是前下恩居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武台山有的 武哲大会 传统上武台山 只要武哲大会 有一千位出家座 不管圣贤生 凡书生 集合一千位出家座 来供养的话 文书菩萨 一定会亲自献身 来接受供养 让忠诚众福年 我记得两千零 一九九三年 还九四年 我跟孟昌老婆唱的时候 他就很慈悲的呢 举行了供签生 供签生很不容易 你要把五个台的所有出家人 全部请到山下 而且当今我们走过两三天才到 然后呢 要供两出家人一千回 然后呢 文书菩萨可以亲自来应购 叫胡哲大会 我很荣幸我参加过一次 他要很多的福的医院 讲这个故事 就是塔院士的故事 他在七月十五 余兰文会结束完 他就在胡哲大会 那天胡哲大会 在家出家 通通都可以来寺廟发展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要饭 那那一天呢是 普度众生狗羊 结果呢 就有一个娃娃 有一个妇女 她呢 就带一个娃娃 她呢 还怀了孕 她带了一只狗狗 就来了 那还对吗 她也跟着排 排了很多很多人啊 寺庙的人 大家都很忙 那住持呢 也很慈悲 她亲自也来当饭餐 好 那这位妇女人呢 就走到面前 因为人很多 所以她们速度很快 那住持和尚就问你 几位啊 她说 我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个 我旁边有个小朋友 对不对 她有一只狗 哎呀 那么住持和尚讲 可是我们胡哲大会 然后她就看了一句师父的话 住持说 狗也有佛性啊 不是吗 所以她也有一晚饭 那住持想说 对对对 狗也有佛性 就一二三 就赶快帮三晚给她 好快点走快点走 后面人很多 结果吃完了以后呢 半个小时 排队 我去吃了半个小时 大概排完了以后 半个小时 她又排来了 她说 师父你忘记了 我肚子里还有个娃娃 还没有吃饭的 哇 她那时候就非常火大 因为人很多嘛 又很热啊 然后又很忙 所以她这时候脾气又来了 她说 这小子 你应该水很馋啊 对不对 然后去去去去去去 然后呢 那个妇女就说了一句话 嗯 这位师父 你没有平衡心 她说完了以后呢 她也觉得很奇怪 她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那大家就都在吃饭啦 结果她走了以后呢 过了十五分钟以后呢 大家在回向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过五常都要回向 对不对 要节哉嘛 沙多南 三妙三菩佛 对不对 所谓不施者 必过吉利 对 就全部的身中要节哉 就是一节哉的时候 她看到呢 这个啊 哎 哎 那个妇女啊 一堂功也变 哇 文术师利菩萨来了 她想 糟糕了 我不是天天要拜文术嘛 那旁边的小朋友就是童子 那旁边这一只狗就变成青色的狮子 就骑在虚空中 她就放光纸的说 你这位仇词啊 没有平等的心啊 她说 我现在看 糟糕了 我不是天天拜文术师利菩萨吗 我天天要拜文术师利菩萨吗 我天天要拜文术师利菩萨 见文术菩萨 见过我今天有眼不是大侍 我竟然把文术菩萨骂了一顿 这时候文术菩萨就啊 说了一首祭奏 你看 苦瓜连根苦啊 天瓜连根甜 我们超三界 却被阿神起了 她说你种苦因啊 当然啊 种因果报应嘛 你种苦因 对不对 因是苦的 那种出来的瓜 当然是苦 而且连根都是苦的 你种善因 田瓜 连根甜 但有善因 你种善因 和善果啊 连田瓜 就有连根甜 我本超三界 哇 我书师利菩萨 是一切不佛的老师啊 是超越三大阿僧起来 每一个人都对我攻击 我啊 今天却被这个啊 和尚骂一顿啊 却被阿神结了 这时候啊 她看到了 放尊大哭啊 她开始对下来想 文术菩萨 我完全不是故意的 我真是有眼不够太长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可见呢 这个修持平等心 真的很不容易 十大愿亡 然后第一个修修的 领进诸佛就平等心 后来她因为忏悔 文术菩萨呢 怜悯她 就把她的头发 反向丢给她 说 你好好忏悔吧 她这时候 就把她的头发 给捡起来 在古台山 显通寺旁边 对不起 塔院寺旁边 就盖了一个 里面有 文术菩萨的 这个头发 真正的设立她 文术菩萨 她的头发 她是会放金色光的 所以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我第一次啊 师父经典 二十四年 读家 我二十五年前 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古台山改静旁》 我感动的留言 我想说 为什么佛菩萨 要信这样 我一般认为 见佛菩萨 应该讲 与功成功 哇 非常的庄严 做着大宝灵花来 像男子 像女人 也很庄严 佛菩萨 他摸你啊 他知道你过去 现在的未来 这个故事是什么 摸我们没有 平等性 我们凡夫 不论在家 平家很难 看到好的 我们就特别有缘 看到不好的 我们就很讨厌 对不对 看到这个很尊严的 你就很喜欢 看到呢 很丑的呢 我们就觉得 没有缘 所以 这个故事要提醒你 下一次 文书菩萨来 佛学社 一定会被一个起干 或是佛奖的 或流口水的 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你要小心 作为 尤其是佛学社的干部 跟所有的联友 尤其在大型法会的时候 各种人 融蛇混杂都会来 你要有 礼敬诸佛的平等性 除非他破坏寺庙 或伤害别人 你才叫警察 否则你不要看那种 崴脚的拉 或脚 身体很臭的拉 对不对 你越吵不起拉 他是佛菩萨会化身的 他会来考验你的 佛菩萨不是有讲吗 我们明讲 因你何生得度者 既先何生而未说法 他不一定像你想象的 都一定是非常庄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呢 假如你心理没有平等性的话 你得罪的话 不过他就是大被关心 沙埃的 你平常不知道见欢音吗 见文术吗 见古仙吗 他都可以变得千万顶方生 所以在武池山感应路里面呢 我看到很多就是 越是呢 尤其在文术十大便里面 越是乞丐 贫穷的人 身疾病的 乱瘡 或是身体很臭的呢 都是文族菩萨的化身 为什么 文族菩萨有平等心 怜悯他们而救护他们 所以大家要记得 修持平等心 真的很不容易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过去师父说 说今生 今生我学了佛法 华严族一到现在 我都修平等心 我也一直很努力 提醒我自己 虽然师父是出家 可是呢 我绝对不会轻视在家居士 虽然在家居家是有不同 不像有些法师 故意法 出家人排得很高 在家人扁得很低 我觉得不需要 脚枉过着 在家居士里面 男中女中 有很多是佛菩萨化身的 尤其在大型法会 比如说我在 新加坡静静波学社 每次讲经 有一千多人来听经 里面也会有佛菩萨来听经的 天龙霸墓也会来听经的 各位联友 小心啊 搞不好你左右的联友呢 他就是佛菩萨化身来 你也不知道吗 所以目的是什么 你要调谱你的平等心 接下来讲下一个故事 这里有心脏 唐朝的燕门官探索 叫李济 他刚开始学活的时候 非常的虔诚 这是我好不容易 在这个山西 你要进台山的时候 有个博物馆我拍到 你看哈欺德吗 他非常的聪明 这位很高 他是虔诚的佛教主 可是呢 他刚开始对三宝 非常非常的恭敬 后来啊 学了过久了以后 看到佛门里面呢 也有不好人 主家人里面呢 也是所谓的 参丝不喜啊 龙舌紧张 甚至看到有些 梦法时代的主家人 甚至做了事违反 戒御伤害众生的事 所以他从很高的希望 慢慢慢慢的变失望 从本来恭敬三宝 最后他就恭敬三宝 因为他认为 整个佛教呢 大概是这样 结果很不幸的呢 有一次 当他被调到 戴州任官职的时候 他本来从燕门关 调到戴州 戴州呢 那个地方 靠近了五台山 然后他开始呢 就开始破坏寺庙 对于不如法的出家人 他甚至下殿 平行拷打 把他关起来 强迫他还手 结果有一天呢 他这个人是佛教主 但他并没有吃素 他还喜欢大殿 有一天 他就在五台山中 中台东南西北中 中间的中 中台呢 就一望无际的望远 他当然喜欢去那边 骑马打铃 可是今天呢 奇怪了 他一去了以后 所有啊 这个绿色的草原啊 都不见了 动物也都不见了 可是出现了 很大很大的池子 这时候他就觉得奇怪 我常常来 在我记忆中 这边是没有池子的 怎么今天会这样 而且觉得很奇怪 结果呢 因为他骑着嘛 还有用人 就跟在那里 结果他突然没看 天哪 这个大池子里面 这样和尚跟女居士 在洗澡 哇 就想 哼 我就知道 现在突然太有像样 被我抓到把柄了 他非常的生气 他就骑着快了 因为他射箭很好 然后呢 就这样骑骑骑 快要到水池的时候 看到一个河上 一个女居士 在那边玩水牙洗的 他就发着箭 啪啪 然后 然后他进入 就非常好 结果两个都被他射到 射到以后 他们就跳出来 一直跑一直跑 那孩子骑着马 一直追 也不错 非常奇怪 这两个人跑得特别快 他们没有骑马 就用两张折腿 好像健步土飞一样 就一直跑跑 跑到中台的一个寺庙里面进去 然后呢 他就向着进来 就进去看 看这些奇怪 怎么两个都不见了呢 那时候 因为中台里面呢 有很多旧的佛像 然后佛像里面呢 突然呢 他一看呢 有一尊文书跟普贤 哎呀 我射的箭 就插在他们两个身上 这时候他恍然大落了 原来呢 刚才那个和尚 跟一个女居士 对不对 在水尸律行上 是谁见啊 文书跟普贤的 所以一凑 舞台山照相里面 他们就有大一件文书 因为那个箭子插在他身上 这个底部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李静呢 看到的时候 他知道佛菩萨要教化了他 他一看到这一叉叉之间 他当场有眼泪 他想 糟糕了 原来刚才我射箭的那两个人 竟然是文书跟普贤 菩萨 他就放着大呼 他就跪下来 对佛菩萨参悔说 我以前太狂妄了 然后呢 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看 这时候文书跟古贤 在虚空中就跟大家 李静啊 你知道吗 我舞台山啊是龙蛇魂杂 凡圣同居的镜头 在我舞台山里有圣人 也有凡夫 也有没有成果之前呢 不要用你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众生 最后他就忏悔 所以舞台山以后雕塑里面就有大一件文书 这个故事来的 好 再看下一个玄庄党师 舞台山文书菩萨 他有他的尽度 这是藏传国教的方法 金黄色 他也有一佛二菩萨 他代表智慧剑 文书菩萨专心或是波罗蜜 所以他显现的是唯一新镜头 虽然我们中国舞台山是文书菩萨显现的圣地 但事实上十方佛国土他都可以出现的 再看文书菩萨也可以献比丘身作为同参道 所以这一尊看起来像地藏菩萨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起青涩的狮子 这是文书施力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但你在修行的当中遇到道僚有问题 或是你没有同参道友的时候 若你念波尔经 念文书菩萨的名号 他也会让视线修身作为同参道友鼓励 接下来再看 就是2004年7月 然后呢 我第二次朝武台山 他有所有的学生去参访 当时呢 九十多岁的孟参老和尚 他在武台山 整整的五年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华严 全部讲完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台湾方广书版社 现在慢慢流通 各位可以上 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网站 可以自行下载 你看五年 每天都讲经 至少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讲了五年 他把八十话也给全部讲完 在中国近代 很多伟大的善知识 清末民族像 徐云老和尚 泰虚大师 阴光大师 或红衣大师 所有的八中主持都非常多 可是能够整个把大方广佛 玛严经全都讲完了 没有几位 在北传博教里 这个地球啊 不会超过十位 屈指可数啊 他可以讲大方广佛玛严经 好 现在有问题啊 就和他方广佛 要听也要有很大的福报啊 是不是呢 对不对 不像现在很多人啊 有头有尾 没中间 当然 这奖金不会因为人多少 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虽然可能有些人要 今天中午还忙 听经的时候 不是只有你们这些 还有无量的天龙发布 天人在听华丽经讲座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红佣佛法 我们会说 因为人很多 我就讲得很开心 十个人就随便讲一讲 不 我对法永远是恭敬的平等心 这一点我做到了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发愿 将来到五台山草文书学理文章 好 现在讲玄庄大学 我们刚才讲分别心很难修 那除掉自己的分别心更难 那听好 在末华时代 尤其是现在时代 东南亚很多的国家 都有很多善知识的国家 但是呢 你很难判断真跟假 老师跟各位说 末华时代也有很多真的善知识 但是末华时代也有很多是假的善知识 所以有很多佛友刚开始做虔诚的佛教徒 不了解佛法 来了佛学团体 佛寺庙以后就看到是非 然后呢 本来是很虔诚的 又开始呢 就失去了他的恭敬心 然后看到佛门的住家人 好像行为呢 也不怎么样 就开始到佛业 当然再多的灵友都很好 可是呢 师父还是要提醒你 末华时代有很多是 佛菩萨的牵法与皇身 所以不要宣传或补吹世界末日的思想 越是众生苦难越多的时候 大悲观世音菩萨 文朱古前千百亿化神越多 在家出家的时候 他们会发觉 他会帮助众生的 所以不要去补吹世界末日的思想 第二个 也就是因为末华时代 所以好的出家人有 但不如法的出家人 也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你也会看到的地道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说 我不讲细节 因为我以前讲过 对不对 魔王在世的时候 也听过讲经 魔王就跟他说 我要破坏你的佛法 佛陀回亚说 我的正法是不生灭的 你是不可能破坏的 三世诸佛都有大力烈力 就能发布在固执正法 结果魔者对他说 没错 释迦佛你现在在法兰墙 等到末华时代 我就叫我的摩子摩孙 通通都出家 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 但不行 无来的到 这是我活着 点到眼泪 就像地上经讲 身遂如家 幸福如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是东南亚 也是很多骗财色名十岁的出家人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末华时代 所以末华时代 奇奇怪怪的会越来越多 但有一个重点 希望各位不要退到心 当然 在家庭市 要尊重三宝 只要他剃了头 对不对 不管他修得好跟不好 他都值得你明明 你叫李静诸佛 那你会说 宣布当大会是假的 何道呢 没关系 你跟他比你 你一样会生自己的 李静诸佛的功德 他有他的因果报应 你不要去批评 第二个 在家庭市 你要学佛法 假如他所说跟所做 是跟三宝不相应的话 你不要讲话 不要去固执他 举个例子 不要记忆 很多人东南亚都喜欢 谈吴圣殿 贝迪圣如晨愿 根本不是佛法 可是很多人都喜欢去 英雄崇拜 就会说的 还有青海无上师 这个根本不是佛法 那表示呢 讲这个话的人 伏弟子 你本身佛法的水准也很差 你不要理他就好了 可是呢 很多人都喜欢去固执他 甚至跟他辩论 然后呢 你就把它捧红了 传播媒体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妖魔鬼怪 佛说错 我曾经对圣弟子说 默病 就是keep silence 可是假如你没有职位 你去固执他 然后你要当事宣传他 还帮他发东西 那你在助长他 所以圣弟子对于不如法 或是不是如理如法的声众 你只要莫病 不要讲话就可以了 他有他的恩果报应 轮不到你来管 这也在《李经诸佛》里面要讲 《大卫称赞如来》里面说 如法的我们称赞 不如法的我们也保持沉默 举个例子 现在讲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回国后 唐太宗固执他 你知道吗 有一天唐太宗非常的不高兴 见到玄庄大师 就开始破过他嘛 为什么 因为唐太宗是非常有涵养的 他对玄庄大师是非常严静的 离玄庄大师的道不上带来 他的羞耻 涵养是非常高的 他《易经》是非常了不起 他的《易经》 所有的国形事业都选帝王供养 可是当时唐太宗也是虔诚佛教徒 他对天下 当时有一首记子说 天下名山如八万四千这么多啊 就是说江南呢 他多了很多出家人 也让他出家有休息 可是出家人里面呢 龙舌龙脏 那天常态中呢 就很不高兴 他说 大使 我们里面太混乱了 我真想下令啊 逼很多人还属 而且还在惩罚他 你知道学庄大师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他说 帝王皇帝啊 万万不可 请看 他说 尊贵的皇帝 你对我很敏静 你对三宝也很信心 可是天下的森中 无料无焉 圣贤身也是从凡夫生修来的 你不可以用圣贤身的标准 去改那些反夫反俗物 不可以 他既然有出家的道姓 皇帝你可以制定制度很好 但你没有权力 下令改人家反俗物 这样你会造很大的罪裂 他说 圣贤身也是反夫生修来的 这常态上来的游泳舌龙 一听到自己的师父 博师 对不对 玄庄大师这么讲 他说 大师大夫不愧是菩萨 悲心往大后面 对不对 我们可能看到一些蓝夫生 比方说做精湛博士的 可能就瞧不起他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 可能不相应又不庄严的 就看不起他 问题是他们剃头 你剃不了魔花 你还是业力很重啊 要作为僧重 是要我们都顾得应远 我再讲更白远 当时太巨大师在清末明初的时候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的时候 他也说 国门里面有分好几类 第一有只能 清高亮节的 像弘一大师 那么不识人间天国 第二种呢 是讲经说法的法师 像原音法师 定前法师 他发愿讲经国法度重诚 第三种做寺庙行政人员 同理当中 对不对 第四个呢 是讲经探的 我们不要轻易骂人家 叫经探鬼 这是非常不恭敬的 好 经探里面 又有佛不上来法师的 第四个是最糟糕的 挂羊头卖狗肉 在国面里混吃混喝的 这就是非常不好的 太巨大师当时就说 中国国交际也是很难 所以他才提出 整治身结治路论 你看当时也是这样 尤其当时中国 有兵荒马乱 佛门佛门外 都是很混乱 所以在这个时候 越是恐难的时候 其实佛不上来越多了 所以玄众大师对唐太孟说 圣洁生也是从凡夫生而修来的 所以各位 没有用阿罗汉果之前 谁都不要吵笑谁 大家也要走后的 对不对 你在六道轮回里面 其实你也照过 沙盗云旺久 我们在天上度过 我们也在人间度过 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自己对三宝 要有个坚固不动的心冤心 所以阿罕经里面讲 要对佛法生戒狼 产生四五块性 是很难的 同样的再多说几句 我虽然是祖家比丘 我也不会对比丘尼攻净 我也很攻净 为什么呢 芳华经里龙女八岁 转身就成佛了 对不对 男众女众只是呢 我们这一身业果 现前而同 再讲得更慢一点 假如我这一身是比丘尼的话 我看到比丘尼是会恭敬的 对不对 无量节 谁修得怎么样 谁先成佛 不一定的 你现在瞧不起他 难道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在莲花一化身的时候 他比你先受计成佛的 所以大家要修礼尽诸佛 这是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你真的放在心里 然后所以玄庄大师 他断气的时候 愿我所做的一些功德 为师有情 那就上春都在美院了 好 欢迎 Welcome to 台湾 台湾日月潭玄光寺 就有玄庄大师的涂盖设立 这是日本 其实老师说 在中正战争的时候 很不幸 玄庄大师的头来 有一部分 在中国 然后是被偷到日本的 可是呢 他并不是 我们说 用人为的因素 他自然的破裂 有列出一块 当时将中正 我们的总统 中日的交流非常好 然后日本呢 供养我们的台湾 所以总统下令 然后建了四辆日月团 然后有玄庄大师的头盖 我亲自离离过 我拜的时候呢 是真的 非常感动 玄庄大师是大菩萨 你能够拜到 看到 不是拜到他的射离子 也要如何 乃至于呢 现在东南亚 不管南亚 北山藏传 很多呢 甚至是用假的射离子 来骗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只能点到为止 那都有很不好的果报 好 接下来再看 李静诸佛 请看 十九页 第二十一行 《访华经》 《安乐行业》 好 在这个讲座里 我常常会读到 《访华经》跟《华严经》 最近 《华年访华》 都是大臣的经体 那 《华严经》 当然是文书跟古贤所互念的 可是呢 《法华经》呢 各位有去读《法华经》 你会读《法华经》 很欢喜 其实像《普门品》一品 就是出自于《法华经》 也是《普贤菩萨家神》 我个人呢 是先读《华严经》 后来慢慢慢慢学了以后 我们《普贤菩萨家神》 我才开始学《法华经》 台湾有一个比丘年 他专门一生都送到《法灵华经》 他闭关的时候 《法华经》是自拜的 每天他念一卷 我是念一部 他每天都有功课 他念到整个《法华经》 上面浮现两个字 《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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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奇怪 这个他有没有一个幻境 没有很难 继续玩 扮完以后 第二天他又看到 经典《法华经》浮出来 像个人《华严》 《华严》 《华严》 后来他闭关完了 就开始读《荡黄广》《法华经》 他就非常欢喜 后来这位比丘迪他就说 普贤菩萨将士他 他是先学《法华经》 然后最后才读《华严经》 这两部经 在中国大众国华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 相关经文唯一评 所以假如你习惯读 普贤菩萨的人很好 希望你从第一评 开始读 二十八评 一天读一两评 一两评 如果道场能够连续 去期七天到八天的 《法华经》的大法会的话 那也是会利益很多 无量的众生 简单经文 《法华经》 而道亚氏安乐行情 圣地子之间 再加出家 不应该有无谓的戏论 为了佛法而有所辩论 对不对 那个辩论 都是反处自己的分别 就像现在还记得很多人 马来西亚我也听到 南传辩大乘非国说 我说你别辩了 一千多年龙书菩萨 跟他说一切有过的变道呢 早说龙书菩萨有了 你还在变道上微博说 对不对 请看 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神 对于所有的都佛如来 就像你慈悲的父亲一般 对于所有的菩萨 就像你修持上的老师 对于十方的大菩萨 都应该身心顿好恭敬 请把身心恭敬放下来 这就是菩萨十大悦 礼敬诸佛 对于一切众生要有平等说法 请看又出现平等性 所以可见 礼敬诸佛你要学着 在家出家平等 男众女众平等 大人跟小孩 你都要有平等性 这个真的很难 因为一般我们会看到 师父恭敬在家讨坏他的 其实你的心是不平等 看到这个庄园的师父 师父好欢喜 看到那个师父 那种臭臭的 臭臭的 从别的地方来 你就不领他 其实你最讨厌的可怕 就是观世音菩萨 跟文殊菩萨的化身 为什么你的心的分别 你深深深深深就这样分别 所以你的我执 跟我健 这样没办法过 所以文殊菩萨 跟母亲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叫啊 就是模拟的平等性 请看经文 对一切中称 要平等说法 顺着佛法部 不用说太多 也不用说太少 对他契机就好 乃至于对于真正好 套要佛法的人 也不要让他贪等无厌 也不要多说 而要适可而止 这是在法华经安乐行语讲 四种安乐行的第三安乐行语 我讲过安乐行语 请各位自己上网 可以听 好 接下来再看 以敬诸佛 请看二十页 所以我们讲以清净三页 经文里面讲 对不对 我以清净生语异固 长修禁 好 三页生口腻 凡夫跟任务都有 可是呢 我们凡夫一般 生业就是什么 就是吃喝玩乐 口业呢 就是讲光与两舌恶口啊 你想想看 朋友跟朋友聚在一起 都讲什么 你呀 比如说今天你没有来学佛 今天呢 好朋友敢约你的 Fight Time Old Time Fight Coffee 啊 朋友好久不见啊 一定会阿拉一下 然后接下来 第一个就在这台词 比 比老公 比老婆 比儿子 比薪水 对不对 都在比呀 哎呀 你看那家老公赚好多钱 你看那家老公 太帅了 搞不好又有匪文了 就是你都在比 所以我常常说过 人比人 在气死人 比算不如 比下流 我们的团图啊 都在比 你看我们说无意 每天都造了很多恶业 不管有意无意 那现在 叫你不比 是很不可能的 所以师父建议 不要跟别人比 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今年的你 比一比 有没有脾气好一点 上个月的你 跟这个月的你 看看呢 有没有心 不要那么急躁一点 上个礼拜的你 这个礼拜的你 比你脾气呢 心有没有调柔一点 对众生里面 多一点慈悲的耐心 叫你不比很难 因为我们是反复 都有我的念头 可是这样子 自己跟自己比啊 会帮助你鼓励你 在佛仪扫上 梦惊惊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跟联友在一起 或朋友在一起 假如非国教徒的话 你都是在讲 都在比 比完以后开始就讲 八卦 是非 匪魂 对不对 那家老婆嘛 外遇 那个老婆呢 搞劈腿 对不对 你都在想这些 然后你会发觉 虽然谈到很多今天很开心 但是造了很多狗业 所以佛门里面 为什么呢 真正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叫你少讲话 多念佛 或是打佛期 或是打禅期的时候 为什么要敬语 因为你在敬语的时候 你才看到说 原来啊 我们这类子说了很多 不必要的废话 跟造了很多口业的话 假如你一定要讲话 讲佛法的话 讲鼓励别人的话 讲帮助别人的话 接下来异语 异语 异语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念头呢 常常呢 虽然有些人 可能都会佛用 你身我造恶业 口你也很亲近 可是你的异语呢 就会产生很多 很多的念头 取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现在讲经 台湾的010个星 一进来 滑蛋 每个人反应又不一样 这是举例的 一般呢 第一个男生会看到什么 男居士呢 看到一个美女进来 不可心间 心脏就 就开始掉了 有些女生也会啊 可是有些女生就会这样 瞪大人 她穿什么衣服 物举的 这么漂亮 我明天也去买一套 男中呢 是指染无心 潘爱心 女中呢 也起心 起什么 嫉妒跟称慧心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 然后我们出家一看 在你的歌星 死的时候 还是一堆白骨观 对不对 整个白骨躺在那边 你还会很习惯吗 假如你了解那个事实真相的话 你就能够控制你的念头 所以南传要修 不静观和白骨观 在家居士也可以修 估计也可以修 不静观百骨观 慢慢你的 两个人的烦恼 就会让无心慢慢肩上 两个人到的心 就会慢慢挣扎 好 第一个 佛他有成功的 他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他视线 普能视线 因你而生得度者 即现而生而未说法 第二个 佛谷口谷心 讲的佛法 就是教界众生 教导跟感光 佛是不上大一王 是三界导师 四生慈父 而且佛一种音 说佛话 他会听到的是各种语言 比如说英中人 听到是印度的语言 马来人听到马来语 华人听到可能是福建话 或是客家话 天上的天人 听到是天人的语言 所以佛不用这么多 是麦克风 真好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凡夫 所以还要透过翻译 它是一音说法 第三 寄星文 意义 就是他有神功 他有宿命功 他知道你过去 现在会 乃至于你念不动手 他都知道 他可以关着你的 关机漏教 他就是说 他可以知道 你修持的音缘如何 而帮助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看一下 所以 因此 下面一段 请你背起来 这是很难的 黄金经 每一段都讲 从头无尽 第一个 对某些人来讲 学佛很难 可是各位已经学佛了 学佛并不难 因为已经进入我们 而对第一层来讲 要你发菩提心很难 会叫你发心 很多老婆上 或者我想主席 副主席或干部 没有啊 你要发心啊 发心啊 发心来做义工啊 发心来参与啊 发心很难 为什么 因为人都怕吃苦 你都会想 天气这么热 对我不在家里呢 看着冷气 对不对 翘着腿 看了 哎 这个DVD 多好啊 我干嘛要来帮忙呢 其实我们人 会怕吃苦 好 第二类 有些动作 叹发心 可是叫他 苗里不迷恨